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倫 我現在人在首爾的綜合體育場 來這邊要幹嘛 沒錯就是要看演唱會 那我們先來歡迎我們的資深迷妹 也不是什麼特別的人啊 是我 之前就來過了 對 很久之前就是跟她在韓國就認識了 然後緣分延續到現在 好感人 好那我們今天來看的演唱會呢 就是NCT 127的演唱會啦 我們兩個都算是有聽她的歌 但是不到粉絲 對不到粉絲 但是歌蠻好聽的 真的很好聽 對以男團來說我覺得歌很好聽 而且蠻有實力的 就是耐聽 對 因為很多會太吵 沒有啦 個人取向 這一次呢就是因為受到邀請 所以可以來看NCT的演唱會 好開心 然後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演唱會的Vlog 然後順便跟大家分享 因為最近可能有很多人會想要來韓國 然後可能就會想要順便追個新啊 畢竟在韓國最新真的是比較簡單 那我們現在先一起進場好了 他們很強欸 我覺得因為他們人夠多 所以這邊其實很多這種小攤子欸 其實有些演唱會不一定會有 然後那個Ajuma還在賣那個光眼鏡 超級多人 超級多人 然後這邊有非常多吃的 所以大家不用怕惡肚子 總之大家來首爾看演唱會的話 不是這邊就是在奧林立克公園 大部分啦 對對對 真的好多人喔 超級多人 超級多人 超多 NCT魅力無法當 好啦我們現在差不多要前往進場啦 他一直催促大家就是趕快進場 然後呢 我們想說先去逛一下那個應援商品那邊 因為通常演唱會裡面都會有個應援商品可以買 如果是來韓國演唱會的人應該會蠻想買的啦 一定會買啊 所以呢帶大家去看一下 哇超狂超狂 外面還有拍照區 看到那個巨大手燈了嗎 超大的欸 然後兩隻 然後前面這邊有個超多拍照的地方 這個做的真的很用心欸我的天啊 他這個裡面呢還有放很多那個小椅子 然後大家可以在裡面休息什麼的 而且他有騎一些食物車 對有小餐車 然後很多拍照區 有音樂節的感覺 有音樂節的感覺 好啦後面呢就是那個賣應援棒的地方 那他沒有展示就是 好像也只有音樂節的感覺 就是這樣這樣 做的很精緻欸 很漂亮的 而且還有三段嘛 有不同的光 對啊 然後通常進去的時候他就會變那個很多色 就電腦控制 好的 剛剛突然發現 嚴格來說 這是我第一場演唱會 因為之前呢可能都會去那種Fan Meeting 他們也會表演 但是不會到這麼盛大 然後說話的地方比較多 對 所以這次還蠻期待的 欸 SN的很厲害 我才當方效果都超讚 真的假的 畢竟我以前是 追過SN家的一個 OK 期待期待 還拿到這個 這個好像是可以折成 就是他們演唱會有個橋段 然後就把它變成紙飛機射出去 很Fashion 對喔 互相應援的感覺 Oh my god 我們進來了 怎麼覺得 很興奮欸 欸 它場地超爆大 很多人這樣物測 這樣有破千吧 一定有破千 有啊 差不多很多吧 五台就是多樣化 給大家看一下 前後中都有五台 果然是SMG 它就是滑 整場真的超多人 桌上還有這個 手服 在某個橋段的時候 要這樣舉起來給他們看 又有破千 這個 大概是 也還好 它們可以從大不中下 在某個橋段 要求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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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佛 Spirit 我 要求十分 在某一個橋段 要求十分 要求十分 我 全部 我 耶 看完了 不得不說滿好看 只有眼淚 很厲害 它真的很厲害 他們舞台效果 什麼都弄得很厲害 SN 那個畫面真的超精細的 還有他們跳舞的舞台可以變成這樣子的形狀 然後煙火也沒有在展示 煙火很厲害 真的很漂亮 蠻值得的 他們是有開麥的 有有有在開麥 通常演唱會也一定會開麥 演唱會基本要開了嘛 演唱會這樣不開很不行 都花了13萬而已 然後有認真唱歌 還蠻厲害的 蠻好聽的 講話也還蠻認真互動講話的 對 很多互動的東西 對 我覺得很好 他們也會丟東西到台下 花車可以載他到各個角落都會 至少有一個點是離你最近的 對 對 對 很照顧到全方360度的粉絲 每個粉絲都可以看到 每個觀眾都可以看到 但是看完是微淚 對 就是眼淚 因為街裡來體驗 對 我們兩個真的是老人家 好 那這個看演唱會的Vlog到這邊 先結束了 耶 希望下一次呢 還會有繼續有其他演唱會可以看 然後我個人呢 這一次其實我就是一個國愛粉的概念 就是有機會去看我就去 有那種感覺 畢竟SM加到我台真的做得很厲害 就是畢竟在韓國真的比較容易看到 真的 假如說之後真的到台灣會台灣住 欸 我覺得很難 對 真的很難 因為我看我的朋友他們最近在搶 Super Junior的票真的很可怕 對啊 就是你就是要判到不知道幾年才會來 錢 然後有錢也搶不到 而且會不會來還是未知數 所以呢 真的在韓國的時候就要 能看我們就看 好不呢 好啦 那這支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就不安心 歡迎繼續訂閱我的頻道 視頻追蹤我的IG 謝謝大家 我們下集影片見啦 掰掰 吃蛋糕 怎麼樣 晚上 吃蛋糕